卫生组织昨天宣布将喉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是世卫最高等级公卫警报 对此国内将喉豆列为第二级法定传染病 好消息是抗喉豆的药物已经买到了正在安排飞机中 预计8月可能会抵台 疫苗则还在合约的修订阶段中 至于是否为此开设指挥中心 无法以己力确诊为标准 而是要看到时候的散布情形和模式而定 不排除其可能性